恭喜1905華指 績效高達26.84% 想知道下週標股是誰嗎? 跟著婉倫看下去 大家好,歡迎收看台股特派員 我是婉倫 歡迎古奇孫子兵法 孫武仲老師 大家好,我是大師兄孫武仲 歡迎鼓動人生林志龍老師 大家好,我是志龍哥 原本加捲指數 衝衝衝但是大牌遇到震盪 下週標股到底會是誰呢? 然後請老師來幫我們投票吧 好,我投3016加金 6182合金和2038海光 那老師,您又怎麼選呢? 我第一檔要選1722的台肥 第二檔要選2881的復邦金 第三檔要選3260的微鋼 半導體大缺貨喔 而且日本三口有意要建這個新廠喔 合金還有我們的加金是不是 有可能會成為我們下週標股呢? 好的,那我們知道 那細菌也現在目前都缺貨喔 而且產能利用率已經到滿載 那第二季又是旺季 所以我們可以預測 再來進入夏天的旺季 第二季第三季是它的整個 產能的旺季和那個使用 未來在產能缺貨跟大缺 缺料情況下長期可預測喔 而且整個資金我們看到 在本週已經陸續的都 市場的資金都已經進場囉 最近2881的復邦金三大法人買超28億耶 最近這個復邦金是不是會有什麼樣的標股優勢啊 是,這邊我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挑這個金融類股 那說實在金融類股為什麼這邊會有機會接邦呢? 因為接下來5月,5月有個520行情 那投票你想像一下 如果說政府這邊要顧下面值不讓指數往下跌的話 誰會是接邦的呢? 當然是金融類股 而且金融類股他們角度的低基財報是非常亮眼的 那也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個全球股市表現非常好 又加上新台幣匯率走勢的一個升值 其實它接下來的表現會可圈隔點 會往上再往上走一波 最近企業RB也正夯喔 硬碟概念股威剛感覺走勢也很強勁耶 老師怎麼看呢? 是,這邊記憶體我們還是一樣 跟之前的原則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這邊幫大家選擇都是往低價庫存這一塊 那還記得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的4967的施權嗎? 它也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認為說326年的威剛 接下來也是要反映這個低價庫存 原則上如果它的報價一直往上漲 它的存貨越多的話 接下來反映在財報上面呢 就會表現更加好 所以股價有機會開始在反映這一塊 那你可以發現近期的記憶體 包括威剛或是施權 甚至群聯都來反映這個題材 鋼鐵族群也是漲升不斷 但是會不會就這樣殺下來呢? 老師海光到底要怎麼看啊? 好,那我們知道整個原物料行情 在這兩天有過熱的情況 說適當的拉回 漲多拉回是很正常的 那等它拉回之後休息一下 應該還會有很高的機會 我認為海光是鋼鐵股裡面 算是漲勢比較淋漓的 如果喜歡投資鋼鐵股的朋友 可以參考這支股票 做為你一個選擇鋼鐵股的一個選擇 最近原物料大漲 而且這個台肥 還是台灣的大地主之一 這個台肥有沒有可能 成為我們下周標股的龍哥? 是,我們這邊從資金流向來看的話 其實資金有部分是跑到資產引進 那我們剛剛提到 新台幣的匯率走勢升值 那你想像一下外資這邊錢會進來 他不買股票 然後這邊匯率央行也不讓他炒 那這個錢可以往哪邊去呢? 一定是往房地產這邊去走 所以房地產你可以看到 他目前也是一個傳出什麼 連續的一個漲價潮 所以我們認為說資產引進 也會是下坡的一個主流 五月廉價最近要到了 這下周標股到底要怎麼預測呢? 老師您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 好,那最簡單就是 夏天到了夏天什麼? 最多太陽最多 所以太陽能概念股 應該就會有多表現 那太陽能概念股 最有利潤的就是細菌炎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季營收 有160億然後季增2.23億 那第一季還是淡季 就已經開始在增加了 那年增5.07 第二季你就可以想像 那目前全球半導體產能 尤其在細菌炎的部分 它產能已經到滿載 而且訂單已經都湧現 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我認為在未來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缺料行情應該會有一波 很大的細菌炎行情 龍哥,那我們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 可以跟我們分享啦? 是的,其實我們今年的主軸抓得很明確 就是電子股也要有 傳產股也要有 那我們這邊要跟大家介紹的傳產類股 是紡織類股 它的鋼鐵或是航運類股 這邊短線上可能會有一個震盪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個是 已經趴在地上趴在地上 一、二十年了 那這邊股價打出一個大底座 其實它中、有、上、有、下、有 都有傳出漲價 那你還記得我們第一集節目 跟大家介紹的一四五期的遺跡嗎? 其實它這邊打到要吐 打到要吐 也是吐了二十幾%上來 所以紡織類股 我們認為說第二季人會是一個主流 那這檔口袋名單 這種預期它會有一個 財報轉虧為飲的一個效益 那這種轉虧為飲的低價轉接 它的股價向上力道 可是相當的票漢 所以這檔股票請投票 你一定要來好好把握 想要知道老師的口袋名單是什麼嗎? 記得加入老師的LINE跟TELEGRAM 台股特派員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